喝水 没事 没事没事没事 哈喽大家好 我是网易新闻的主播露露 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来到了上海京剧院 就是我们知道最近 因为郭德纲他成立了一个新的剧社 所以特别火最近经历 那我们今天就来探班一下 他们最近要演出的一场红阳的一个幕后 那这边呢 我请到了一位来自己介绍吧 因为比较独特 大家好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棋派老生演员 我叫鲁素 对就是那个鲁素 鲁素的鲁 鲁素的素 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还震惊了一下 然后我们 我们往这边坐吧 来来来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棋派 这场演出 这两场演出 为什么要隆重的介绍一下 因为挺不容易的办的 这场我们的主题叫师徒父子 也是因为是棋派的师徒父子 是我的师父陈绍云先生 还有郭德纲先生 还有我 还有陶阳 我们四个 比如说李贤主演 我们还请了肖瑞年先生 赵群 金喜全 雄明霞 这个 齐宝玉老师 徐建中老师 还有王顿 就是一些 还有严勤武老师 很多 这些名家一起 演两天戏 12月24 25号两天 在上海蓝芯大戏院 头天是全本 四郎探母 第二天是 适应救火 徐少跑城和打严松 三出戏 这都是不是很常见的戏 因为我们是四个棋派老生 唱四郎探母 应该来说 算是首次吧 因为好像 之前没有任何 留下过这种音像资料 周大师本人 周迅芳先生本人 只留下过一点点录音片段 就是别宫出关那点 但是唱全部的 四郎探母 好像还是 就齐派老师唱 还是首次 对对对 那我们也给大家 做个预告 12月24号 期待大家去到 那个上海蓝芯大剧院 对 然后去观看 我们这样的演出 好 那我们就一起赶紧 走进来吧 因为我们面前就是 周信芳戏剧空间 对 那为什么以周信芳 这个命名呢 周信芳先生是 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 唯一与梅兰芳先生 相提并论的 并肩的大师 就是周信芳先生 一南一北两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纪念 一般都是纪念 梅周二人 多少周年 多少周年 所以说他是一个 他在官方的来说 一个地位认证 而周信芳先生 是我们上海京剧院的 首任院长 他所创立的棋派艺术呢 是我们上海京剧院的 精神瑰宝吧 所以这个也叫 棋Space 看里面 就是棋派 棋林的棋 因为他的艺名叫 棋林童 所以说周信芳戏 是他的本名 然后 所以我们的这个剧场的 那个小剧场 就叫周信芳戏剧空间 我刚看到这个英文 突然想到 我们昨天有聊到 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京剧的 拼音 京剧的英文 是怎么写的 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京剧是叫 Packing Opera 然后为什么 你啥时候上学 我 我现在就是 还在上学呢 看出来了 这个 Packing Opera 和后来的 北京 Opera 是当时 不得已向 全世界介绍京剧的时候 一种说法 因为当时 Packing 这个还是在 旧社会的时候 对北京的称呼 其实还不是一个 特别尊敬的 就像 中国叫支那一样 其实就是Packing 它就是你的首都 不应该用你们的 发音方式 应该我们来命名 对 应该我们来命名 然后 后来才改成了 叫北京 北京 Opera 但是 我觉得 不管是北京这个词 还是Opera这个词 都不是对京剧的 最好的诠释 因为第一 京剧并不是北京的地方系 京剧之所以 称为国剧 就是因为它不属于 任何一个地方 它是四大徽班进京 融合了胡广音 中周运 包括结合了北京当地的一些 曲艺和戏曲形式 然后还有昆曲 还有很多的邦子 包括一些 就是其他的一些艺人 也参加了这个班社 最后形成于 大概四大徽班进京 是清乾隆55年 然后它形成之后 经据这个名称 还是由上海发明的 大概是192几年 还是27年 我忘了 二几年那一申报 首次把那首京剧 叫皮黄系 首次叫京剧 是上海管的叫京剧 所以这次由上海命名的 一个京剧 所以它虽然叫京剧 但是并不属于 任何一个地方 所以它是称其为国剧的 一个其中之一的原因 所以这是第一 它不属于北京 叫北京OPERA不合适 第二呢 OPERA歌剧 它不光是歌 虽然它也是以唱为 唱是那个唱电作打 四公五法 这是唱是第一位的 但是它是四公五法并重的 手眼神法部都要用上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歌剧 也不说得很不很准确 你比如说 我们可以把镜头往后看看 这是我们周庆芳先生 周庆芳先生本人 它就是唱念作打并重的 一个艺术形式 就是它是一个浓墨重彩的 一个很 就是比如说 宗白华先生不是在美学散布当中 说美分为两种吗 一种是壮美 一种是秀美吗 如果他跟梅兰芳先生 搁在一起 他就是壮美 梅兰芳先生就是秀美 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艺术大家 那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京剧的它的英文的 现在一个说法的变化 那现在我们跟鲁兰芳老师 一起走进的 就是我们的剧院的 平时你们演出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京剧院自己的剧场 然后呢 因为它属于一个内部剧场 所以它的观众席并不是很大 对对对 并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的舞台倒是很大 就是这个舞台应该跟 什么天蝉啊什么的 舞台应该是相同比例的一个舞台 就比跟那个舞台是一样大的 所以我们这边 比如说一些大型演出的彩排啊 预演啊 内部演出啊 包括我们平时青年的一些实践呢 都是放在这个舞台上 那平时我们演出这个票价啊 什么订票都在哪里 可以跟我们观众 票价的话 请大家这个关注一下 我们上海天蝉一服舞台的这个公众号 或者是官网 或者上海经济院的一个这个公众号 也可以关注一下 每一场演出的都可以在线购票的 一般票价也不贵 绝对那个 对对对 绝对不够一顿饭钱 对我上次听到觉得还挺划算的 定家比挺高的 你说我们有多穷吗 那您品 就是您一直拿这个保温杯 您平时 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保温杯主播吧 对对对 就听说您 小心啊 小心 好的 你们确定你有信号吗 有的 喂 用的什么手机 是华为吗 华为 华为 然后我们 我们走慢一点 稍微 然后我们也可以聊 因为 我刚刚提到您说 宝宝杯就是说 我们的直播还是比较生活化的 那您平时除了京剧的演出 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很多啊 我爱喝茶 爱聊天 嗯 爱聊天 对 我喜欢 嗯 和不同的人 跟传统艺术有关的 我都挺喜欢的 我喜欢写字换画 啊 对 就喜欢的还是聊天吧 其次是吃 嗯 其次 好 那今天 呃 我们以后要去采访的是那个 就上面还有位小美女的 嗯 然后 红娘这出戏 你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 红娘啊 红娘这出戏呢 最早的 最早的原型是 王师傅的西乡记 对 嗯 然后后来呢 又有 很多别的新编的版本 比如鹰鹰传的 嗯 对吧 包括这个 后来 就是现在曾经以红娘为 就是 本来是你们一个丫鬟嘛 以她为主演的一个剧本演绎方式 我看到这边你们舞台出来 为什么要设一面镜子 镜子 这是镜子 大家就知道了 对 大家好 这是镜子 对对对 那为什么 删起来要考虑 就为什么你们这边会 一面镜子 因为这个就是上场门了 一般我们是上场 呃 化完妆了 穿上 穿上 服装了 就在这里来看一看 呃 检查一下 哦 装容 那就是上舞台前的最后 基本上是 看一下自己啊 那从能到家 哪里有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嗯 然后就上场了 嗯 然后这边叫上场门 那边叫下场门 上场门也叫白虎门 下场门叫青龙门 这边也叫出降 那边也叫入相 也有用的说法 在老的舞台上 比如手机 有两个镰子嘛 嗯 上场门 这上场门挂的 叫出降 下场门挂的 叫入相 哦 你们这个 所会都很专业 那我们一会儿 刚刚也讲的 这个是服装室是吧 对 这是一间空窝 大家可以看 那我们就别看了 穿服装室在这种 就是这边是 所谓的大衣箱 二衣箱那边是在 这边是亏箱 亏箱就是勒头的地方 我们最后一道工具 你们这个名字 都好专业啊 就是我 都不知道是怎么写的 一般就是在名字上 吓唬你们 嗯 那刚才也说到了 对妆容的检查 那其实服装和妆容来说 有人看吗 当然 有多少人看 我们现在要面对镜头 问大家有多少人看 嗯 我们这个老师好直接 嗯 然后我们那个 刚刚说到妆容嘛 嗯 那肯定化妆 妆容跟服装 这两块 对于我们的演出来说 也是特别重要的 嗯 那可不可以带我们 看看你们的化妆 来 这好 到门口 哇 这个呢 就是 大的化妆间 就是 一般呢 呃 呃 主配演的一些 呃 包括龙套的演员 那包括什么 都在这间 啊 都在这间 这边呢 我看他们化妆间 今天摆的是 哦 这边是男生用的 对 这是男生用的 对 大家不敢不敢相信 这东西是往脸上干的 对吧 也不太相信 我也不太相信 我不是 你上刷的还挺多的 但感觉这些像那个油彩刷的 对对对 其实我 因为我自己干这么多年 我也不太相信 这本人是往脸上弄的 那我感觉您皮肤还挺好的 那是 说明没什么大伤害 天生丽质 这没办法 嗯 对 那个 这边呢 是男生化的 这是定妆用的 这是刷肝红用的 肝红就是腮红 就所谓腮红 对对对对 然后这些呢 是眉笔啊 画眼画眉的 嗯 这应该是肝红 那你是自己会化 还是有专门的 都是自己化 自己化 一般都是自己化妆 对对对 我以为 这都是化妆师化的 化脸也够脸的 够脸香 所以说 这是放油彩的 哦 油彩 你们就是用油彩 往脸上画的 那戏剧油彩 那戏油彩 比如说先 先挤白 挤在白的里头 然后弄一点点 干油 然后把白调匀 然后开始勾脸 这就是勾脸笔 哎 勾脸笔 这一般是唱花脸的演员用的 像 嗯 这是肝红的盖 哦 这是T恤刀 这个不是T恤 一般是花脸演员刮头用的 刮头 就是花脸演员是必须要刮头的 就是必须是光头 而且是要一点茬的 因为他们勾脸 勾到这个位置来 哦 所以他们勒头勒在这 所以他们脑毛 一般都这么大 发肌线很高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精英刻画的花脸 发肌线都很高 你们是故意要弄 所以他们都一般 你看唱花脸的演员 没有留头发的 很少有留头发 要是女的唱花脸的 有这种女的 那个就是要昆镜 有的话 他们得用包头部 从这开始把上面包住 就脑毛也得包到这来 然后要勾脸勾到这个位置 所以一般男的 就不用包头部 男的用包头部 一般没有 一般都是挂头 所以这一般是挂头用的 挂光 起码你要不挂光 你挂伴了 像席人一样 剃胡子用 剃胡子用了 太粗糙了 还有我们国产品牌 百雀零 对对对 给多少广告费 他们 那个我们直播完 把钱结一下 好的好的 公开喊话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是 这边是他们去 私人的化妆箱包 有的演员自己会背 对对对 各不相同 你们这个自己背 还背点油彩 应该搞点高级的化妆品 没办法 因为我们化这个妆 戏剧妆都得用戏剧油彩 因为它是一种 你要用 make up forever 好抖哦 Bobby Brown 那些不行 它不够 它不够那个色彩值 那为什么 也不够那个 因为我们不要画 勾脸啊 或者说是我们铺底色 要的就是浓墨重彩 所以我们叫粉墨登场 其实让人说的是我们 对 粉墨登场 对 这个 当然我建议 像这种国际 国际的化妆品牌 如果真的要支持国粹的话 应该来我们行业考察一下 为我们出一些这些化妆品 你不觉得吗 对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 故宫彩妆 我不知道您听过 其实我觉得应该合作一下 为什么 因为既然我们拔到国粹的 我们又喊话了 国际的一个高度 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相配套的一个设施来为我们来一起做研究 来一起 所谓与时俱进 这就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如果梅兰芳先生活到现在 他也会跟这些世界知名的这些企业去合作 他们也会想怎么样才能为我们的行业带来点什么 这才是我们应该想的问题 对吧 是的 是的 那我们接着这个直播 很张的这个高度 呼吁一下 欢迎给我们出点高级的化妆品 还去吗 这儿呢 VFC的化妆品 那边的 放那边的 秒换地了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就是要看那个头发部分 是吧 不是头发 头饰 不对吗 头面 头面 对 我觉得好好看哦 好好看吧 好看 这蛋卷呢 比如说在化完脸部的妆容之后 嗯 会有第二道工序 第二道工序就特别 你们是先化妆在 都是先化妆 进后台第一件事先换水衣子 水什么 水衣子 水衣子 就是把衣服脱掉 换个白色的 最里面那件衣服叫水衣子 这个是非常有讲究 必须换 因为我们要穿我们的服装上去之后 我们的服装是不能够用下水清洗的 它一定要保持跟皮肤的汗子油子的一个 一个过多的接触 所以一定要穿这件水衣子 你要是穿自己的衣裳 或者说是你不穿里面的衣服 直接穿我们的衣裳 是非常之不讲究的 这老先生那儿会挨骂的 所以不行的 一定要换水衣子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你打开采匣子 以前呢 在旧社会的时候 还有很多规矩 什么大一箱不能做 二一箱不能做 丑绝不开箱 开始抹锡 其他人都不能开始化妆 但是那是以前的一个老戏班的规矩 那现在就没有了 你谁先来 你谁先化 有自己的会计化妆间 然后淡绝呢 化完妆之后 所有脸部妆都完事了 铺底色呀 打肝红啊 定妆啊 打红啊 定妆啊 打肝红啊 化眉 化眼 化嘴 化完之后 做到这儿来 有我们职业的 我们孙贺仙老师那样的 我们可以给个镜头 贺仙姐 露个面 就这样的 我们就叫这个 就是妆容师 过来给淡绝包头 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给他贴片子 贴片 对 你看到的 单绝不一有两片 两片就叫大柳 还叫小弯 然后怎么贴 怎么包头 把它勒起来 把霉吊起来 然后 然后在上面的 有针网子上头 要这个 然后再带着 上这些头面 这个叫水钻头面 水钻的 这个是古装头是吧 这是古装头 对 古装头的话 一般是 其实是怎样的 古装头特别好看 这个是古装头 就是所谓有一个长发的 就后面有这样一个辫子 一个长发的 但这个是一个改良头面 以前 经剧是没有这种头面 这是从乐剧那边 就是从一些其他的剧种 兄弟剧种 借鉴过来一种做法 但是没现在他们通过的 他有一种改良之后 把它经剧化了 那以前的 我们的最标准的 叫大头 这个在线里面 后面很夸张的一个 大长辫子 还有跟两里在前面 对 那个很漂亮 那个就是 叫所谓我们的大头 然后还有点萃的大头 有水钻的大头 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 这就是 这就是所谓古装头 这个叫古装抓紧 对 抓紧 然后放来 懂吗 就是到时候 你要通过一系列手段 把它固定上去 然后上面还要放很多的装饰 你们如果 就是真的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这种就光这种 这个内容可以开一期专题 是 是是是 我也觉得 没错 就这些 他自己的 是 偏激和偏激 这是什么偏激 偏激的呢 就是属于这种 比较灵厉的小丫头啊 她年龄比较小 活泼 而且她还是比较外华 而且基本上 是属于那个适女型的 就偏激 偏激那么 她灵厉 她灵厉 我们可以就是 借着这个 可以可以 那么 她就叫 这个是红娘的 红娘 她是属于偏激 她 她有 有正极 所以给我们那个 镜头看 一个是可以在正极 正极 她就在偏激 我们叫偏 偏抓激 那么就是说 怎么带了 她是这样子带 邪的 对 这样子带 所以叫偏吗 对 然后她的那个凤 也是偏的 就是刚才那个大凤 也是偏的带的 就证明她是一个 很灵厉 很聪明 可以想很快的 这么一个事 很俏皮 对 对 对 很像 很像 对 对 所以你们讲究多了 对 有时候互动的流派 有不同的处理 是 就应该是 是这样的 我感觉这些不同的 就是代表着不同的行单 不同的角色 而且戴穿和戴 尤其是 就是她 不同的身份 怎么穿 或者怎么着戴 就是一个很 很像 对 对 就是 也是我们的先辈人 留下给我们一些信物 这就是信物 这就是规矩 这也是一种 对 她给了我们这种信物 宁穿破 不穿错 对 硬穿破不穿 就哪怕今天这东西 有点旧了 破都不要你 但是不能给你一个错的 比如说 我不能穿黄毛 我就一定 就一定不能穿黄毛 就这个意思 那是我们 你刚刚说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 黄 一会儿我们说服装的时候 可以说 我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这个角色 我这个流派要求 就是穿这件东西 那么我不能把它换掉 换掉的话 除非是有 有规矩说可以换 只要是没有这条 那就绝对不能穿错 穿错的话 就是犯忌讳的 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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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硬的看过了吗 看过了 刚刚化妆那地方就是 好的 硬硬就是我们一会儿 要那个红娘的一个角色 对 就是阳暗的搬屑 那接下来这个妆容跟服装 我们都介绍完了 那你们的下一步一般是什么呢 就是一场正式 比如说我就以蛋角为例啊 就是比如说就是 蛋角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是女性角色 女性角色 那四大名蛋是男性吧 四大名蛋的演员都是男性 所以有一个说法 说京剧是男人的艺术 创立之初 京剧班里是没有女人的 全是男性 包括蛋角都是由男性演绎 他们先上吧 还是我们上 来来来 我们 要不我们再等一班吧 我们现在要上那个五楼 去练功房看一看 四大名蛋都是男性 没上成群 四小名蛋也全是男性 所以说京剧的表演法则 表演审美取向 都是由男性制定的 所以有人就是说有 就是说京剧是男人的艺术 这么一说 那后来才有困绝的加入 甚至有一些是反串的困绝 就不是反串 就是他们是本宫 但是实际上是逆着性别的 比如说困绳 孟宏东就是困绳 孟宏东就是困绳 孟宏东就是 还有困绳 这是就更少了 甚至还有困的舞绳 那就是 你比如说裴彦玲先生 就是困的舞绳 但是就少之又少 但他们演京剧呢 实际上是吃着亏的 他们 因为是由男人发明的艺术 你去想 就像乐剧是女人发明的艺术 他的本身对身体的需求 是更偏向于男性 他的气力 他的能量场 他的这个唱念做到的要求 功法的这个各种讲究 都是 就是更加适合男性的一个表现 那您主要是演什么 我唱老生的 老生 我就是唱棋派的 我就是周迅芳 周先生这个派别 他一名叫麒麟同 所以我们叫棋派 那你们这个行当就是决定了 就是会一直演 不会像什么其他演员说 我要挑战一下别的 挑战一下 对 挑战一下别的角色呀 什么样的 可以啊 一般我们这个行当都不乱穿 但是呢 像我们棋派这个行当呢 不是行当吗 棋派这个流派呢 是属于戏路子比较宽泛的 像我们老生的一般意义上呢 就是戴胡子的 戴胡子的男性角色 俊脸 胡子的男性角色 一般就是老生 但是棋派还也不戴胡子的 所谓光嘴巴老生戏 也就也叫做大嗓小声戏 我们也唱 勾脸的戏 我们也唱 比如说关羽 包拱 我们也唱 就是棋派的唱法 南派包拱 包括关羽红声戏 我们棋派也唱 但是呢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一种 别的行当的一种方式 就叫反串 比如我唱弹子 我唱个红娘 不过我就唱个红娘 那就叫反串 那就不是本宫 那只是好玩 比如逢年过节 逢乡啊 大家 开心啊 震灾一眼呢 当时会有这种做法 就是 京剧名家 都不演自己本宫 全部反串 然后观众会觉得很好玩 然后就疯狂买票 然后会把这些 把这些票捷 大家都捐出去 比如说去震灾啊 去做慈善啊 什么之类的 留下一个传统 就是反串的这样一种 那这边抓的是 周庆芳先生 周庆芳先生和刘斌坤先生 他们的清风亭 举照 我已经听到这个 电工坊的音 有音乐响词了 就你们平时这个 连排 大连排 陈少云老师 陈少云 还有石敏姐 那你们平时 我听到这个词 我不是很理解 什么叫小排 我们听到这边已经 这是在练习吗 流道艺术家 跟我一样 流道艺术家 流道回声一般都特别好 那你们这个想牌 是什么意思 想牌就是指 不穿服装 不化妆 但是其他的乐队 什么的 跟着我们一起排练 就是等于说 除了不化妆和穿服装以外 其他跟演出一样 所以叫想牌 就是所谓想 就是有乐器 你们一出戏 大概要提前 多久开始排练呢 两桶两桶 如果传统戏的话 两桶两桶 两桶两桶 好专业 你们的词汇都 耍戏你的三观今天 对 听到了各种 不知道什么意思 努力理解 那我们 接下来呢 要看的 我就是我 自己比较期待的一部分 这是服装部分 哇 这个楼道真的好有氛文呀 就是 这边各种音乐都在想 这是你们的服装大裤 对对对 张耀老师 张耀老师好 你好你好 张老师介绍一下 您身边的助理 王老师 您应该是在这边负责 这个服装的管理吗 王老师负责 王老师已经逃跑 看见镜头就还 那个张老师呢 这服装平时 要怎么管理啊 服装 服装 这个戏剧服装 需要什么就把它拿 它用是绣花的 对 成手工绣 它是不能洗的 不能洗啊 不能洗的 王老师演员出汗了 你就 高度的白酒 噴一下 王老师把它晾干 哦 这样 否则你 不晾干的话 不分酒的话 它会有水渍 嗯 就是水的印子 水渍和汗渍 汗渍就可以 对 这个破坏的 所以刚刚我跟你说 为什么要穿水衣子 就这个意思 就是要保护 现在水衣 之前是竹衣 小竹子 竹衣 竹子 一个特殊的竹子 竹纤维 对 编的衣服 又吸汗 还轻薄 但现在呢 就是用这种绵的 纯绵的 嗯 熟悉 京剧的服装呢 一般是分为几个种类 叫 蟒靠靴 披衣 蟒靠 靴 披衣 要是戴上窥头呢 还有官窥 金帽额 就这种说法 像这种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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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 是吧 叫女 女 对 我们的服装管理呢 我对着这边 就是 对对对 张老师这种 就在我们行话 叫大衣箱 嗯 就我们 我们这个行话 叫大衣箱 大衣箱二衣箱 大衣箱就是负责 最外面这 这一件衣服 就所谓的就是 穿在给观众看的一件衣服 也就是最隆重的这件衣服 这叫 名称叫什么 披 披 这这一件 名叫白披 叫白的 叫干枝梅是吧 这是干枝梅的 就是 女的 白披 还有男披 这是女披 对对 白披 这个是崔英英的服装 好像是 然后 最外面这件 最隆重的服装 是由大衣箱 替九二穿上的 所以大衣箱 在我们整个这个 我们的登服道校 这块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大衣箱 叫大衣箱 大衣箱也是服装的统筹 就是 他名字 这个 就这个行当工种 我们这行 那叫大衣箱 大衣箱呢 张老师 大衣箱 大衣箱 是好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节 所有的卷 就以前呢 在就试会 是好的大卷 真的像 像什么 美老板 马老板这种的 他们会自己 带自己的大衣箱 就是他们有自己 专门给 就是给他一个人穿的 他这几十年 的合作 非常默契 对 非常默契 他只要知道今天什么戏 带什么东西 主要有什么习惯 什么要求 美场换什么 根本就不需要操心的 他都是自己带自己专用的 包括亏箱老师也是 亏箱就是最后一个行 最后一个环节 勒头 好的勒头呢 会要讲究 勒得漂亮 勒得漂亮 勒出来那种 对 还要勒得不掉 还舒服 还要勒得不疼 对 因为我们那是非常疼的 没有人都要过这一关 不是我们小时候 那个家长 给女生扎头发 都是 就是眼睛勒得很疼 对 那就是什么 我在台上都勒吐过 对 我有个问题啊 我就看到这个衣服上 这个数字是什么 是 稻温 温控师 对 控温控师 这个好神奇 他们的衣装 没有你们藏酒 酒香不也得这样吗 但是我们衣服都是衣柜啊 就不会有这样的保温箱 你们可能衣服也没有这么贵吧 这衣服要多贵啊 随随便便一件 可能也得跟LV 酷气 什么 起码这两万五 我的妈呀 两万五块 这么贵啊 起码两万五 原来我们的西服 这么贵 这全部是手工 全部是手工 蒸丝面料 来龙叔介绍一下 好嘞 来来来来 那这个服装是 Hello Hello 大家好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那个 拍的那个红娘 我们要去拍的 他们的想拍的主角 进来下一次 大家好 我是上海金剑的 花旦演员杨杨 大家好 那今天你在红娘里 饰演的角色 今天饰演的红娘 就是红娘 对 红娘里的红娘 好的 那我们就是 你现在穿的衣服 是你平时穿的衣服 对对对 是我平时穿的衣服 你日常穿的还 就 我也是 西服 那我们介绍一下 西服还有这种的吗 外面套的 我们介绍一下 你今天要穿的衣服 这个 这个是我今天 红娘要穿的衣服 就是这个应该是在古代 就是丫鬟啊 侍女啊 就是都会穿 这样的衣服 就是里面 其实我第一场 第一场戏 我要拿这个团扇 所以呢 第一场戏 应该是没有水袖的 就是 然后这个呢 这个有水袖的是 后面 后面几场戏里面 有水袖 对 然后 名称叫古装衣裙 古装衣裙 对对对 那你什么时候要换 一会儿吧 一会儿 好 那我们就先 简单 给大家看看 那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我换装的衣服 你一场是要换装 对对对对 因为要展现 就是在很多天发生的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一场呢 是 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因为第二场 有一个灵堂 就是 就是要帮相爷 做佛式的一个 嗯 就是所以 它是一个比较暗 黑色的 对对对 对 以前的卷呢 还要讲究 叫一场三开箱 比如说 就真的是大卷了 就是那种 特有料的那种 就要换很多 它会故意跟大家 炫一炫它的服装和行头 有这样的 比如说 你说有人唱一场戏 他换四五身蟒 有的 我就给大家看看 亮亮我的行头 有的 很漂亮 就是有时候 你比如说 观众会说 哎呦 借上票钱 冲着服装也值了 对 这个行头很重要 就像你们去看一场大秀一样 有这种心理 知道吧 一边看戏 还有秀 其实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 什么 演唱会 对 不是维命 那个那个 那我们这个 就是我听说 那个京剧服装 它有很多特别的叫法 什么大一 二一 三一 有这样 那应该让鲁苏来解释吧 好的 原来可以说 这都属于大一箱 就是 这都属于大一箱 翻桌 就是我跟你说 最外面这一件 就所谓最 最隆重的 给的观众看的 就都叫大一箱的 翻桌内 比如这个叫靠 这个属于二一箱 这属于二一箱 对对对 二一箱 这些嘛 这个比如说这个 就是靠 就没有完全展示 靠拍子 这叫什么 靠 这是靠 没有完整展示 这是靠琴 靠身在这边 外面那边 这个型 服装形式 这个好好看 这个要绣 你们见过 见过后侧 有四个旗子的 就那个 对对对 就那种四个旗子 不带旗子的 叫软靠 带旗子的 运靠 还有中间 要扎一个腰部 叫改良靠 就很多 我突然发现 你们日常穿的 好像很大差别 他穿的特别 嘻哈的感觉 哈吗 对啊 很运动 但是我们 杨杨 今天要重视 对对对 但是这位 就拿着保温杯 就来了 对对 我们还是比较 那个真实 比较真实 练功裤 对对对 他穿的鞋 也挺有特点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彩鞋 这也是我练功的彩鞋 其实如果台上的话 就是必须要绣花啊 就是要更好 这也是 我这是机绣的 对这是机绣 练功用 机绣没什么花 好软 那你们不是 要穿那个后底鞋吗 后底也是男生穿 男生穿 但他们有的 那也有的女性角色 对吧 对吧的内增高 所谓内增高 电底 电底彩鞋也有 有一寸的 两寸的 三寸的 就是你想要多高 还有十六寸的 就是在二楼上 我们 你现在要 可不可以换 你现在换 好那我们可以演示 请在镜头面前换 那我们就可以先换 张老师帮我 你要穿这条 再让鲁素聊一会儿 行吗 没事我们就 我们可以先 要 没关系 不太 不太 少而不宜 少而不宜 我们这鲁素老师 特别 特别 你们感觉你们这样聊天 平时关系很好 表上挺好的 你们在一起 不是在一起 你们在一起排练 你们在一起 就是共识 那个表演啊 什么 有多久了呀 大概 十年了吧 十年啊 一个年代了 我们算是一阶级 对 她比我大一点 她是姐姐 你们是一个 都是在那个 因为我看您是 中国戏曲学院毕业 对 她是上系的 我是中系毕业过来的 那我们现在 她这个叫护轮 她这个呢 叫护轮 但是呢 现在就是一个垫片 垫片 里面没有 那这个合适拍吗 没什么合适 好 我们把那个 她现在穿的是什么 这就是古装衣裙 古装上衣 古装上衣 对 就是红娘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 嗯 这是你的第一套 服装 还想看看这边的裤子 哦 这个是盘扣 盘扣 那我们这个穿的是什么呢 叫什么 这三色裙 三色裙 其实这个可能 也只有花旦用的 是 尤其是学派花旦 学派老生也可以考虑 刚刚那个少金拿来的一个 您平时是不是还会演现代戏古装 古代的戏都演 对对对 前一阵子的就是 就是这个月吧 刚刚演过一个北平民间事 对 北平民间事 对 还有鲁肃 我们都一块排的 那您这个就是 听说您是一个月 演了三场 然后 古代现代这样来会转换 那您觉得这个转换 您是怎么样 就是情绪啊 过度的 好像的确是 就是排北平无战事的时候 我本来想背这个红娘来着 想准备红娘 嗯 结果 那个人物吧 就是 就是是现代的 然后又是 就是那个时期的 所以就 就没敢背这个红娘 就没敢背这个红娘 就是这个红娘 是从这周开始背的 就是 会影响到 对对对对 就感觉会跳戏 就是我 我好像会在排 这一个戏的时候 然后这一周 或者是这一个月 都尽量的 在这个人物的感觉里 嗯 然后 包括之前 其实排 《浴火黎明》的时候 嗯 我会 我买的衣服 都会是 有点像大婶啊 大妈呀 就是那种比较成熟的 就是你这个CG的感觉 会平时带到生活里 是吗 对对对 有一点 有一点会 那人物呢 就是如果你塑造一个人物 嗯 对对对 找人物的感觉 好像就是 平常也会 会想一想 需要客服 演员就是要一人前面 嗯 没错 是是 所以说 我上午演红娘 下午演《浴火黎明》 我也得这样 我也得 那是 那是已经会了 成熟了以后 那不是在创作吗 就是说 所以说是要克服 对 真的是要克服 就是这个意思 嗯 那你们会把这个戏剧中的情绪啊 什么带到生活中吗 我觉得会 因为 因为我北平的时候 北平当时那个不是谢木兰吗 对 是一个导演给我定位 什么什么一抹阳光 然后新中国的什么朝阳 什么 然后那 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就把辫子 哎呀 砸得最高 然后就显得自己小一点 然后就那样一点 然后 对对对 我觉得挺粉色的 谁说的 挺粉色的 那他生活中是怎么样的 来评价一下 那就是一抹阳光 真的 我觉得你们的 我们演员关系 我感觉都特别好 互相 开玩笑啊 什么 那您觉得鲁苏老师 什么样子 特别开心 跟他在一块 就 就是 得 得 得脸皮特别厚 因为他会老损人 招得住架 那为了这场 弘扬的戏 你准备了多久 因为这个戏 我其实 从 04年吧 在学校的时候 就学过 对对对 所以只要复习一下 平常都会有背戏啊 然后再看戏什么的 最初期呢 最初大华丹期 嗯 唱作并重 唱作念并重 除了没有打 嗯 所以呢 所以那个 一般的 大华丹演员 就是 这些初期都是必备的 以后四大名的能够的 寻慧声寻现 这是他的代表作品 谢谢张老师 张老师就是我们的那个 就是张老师 对 他们都特别厉害 就是要演什么戏 就是所有里面 所有的人物 所有人穿的衣 衣服什么的 他都知道 从里到外 对 一里 什么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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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红娘 别人也不担心 张老师干这行多年 多少年了 我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了 但是还是回来 对 对对对 因为 确实是 这个也是一个 像我们这个行业 就有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的感觉 就我们的老先生们 有老先生们坐镇 比如说我们排戏 有个老先生坐在那 哪话 他不说什么 你都觉得踏实 对 那我们这个服装 已经换好了 是吧 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穿那个英英小姐的衣服 可以 因为我其实就是 一会儿要学一下 我来你话筒给我 好 我来试一下 我记住了 我要穿上 两万块钱的衣服 人生巅峰了感觉 人生巅峰了 中午中午里面的衣服 有点大 然后我们先要穿这个 一个小领 我觉得衣服有点大 没事 你里面还有衣服吗 没有了 没有了 那没办法 那是这样 低一点 一般我们就是这样 从底下走 这个是音音的衣服 我还有一个高领房 对 万一毫无违和感 就怎么办 其实真的在古代的话 里面是要再穿一件衣服的 就是刚听到 就是趁 对 这个叫 这个叫 这个叫腰包 腰包 就是裙子 没事你门管 按住 掐住腰 对 表达要清楚 怎么办呀 那我感觉这个演员 是不是还要保持身材 尽量 我感觉我穿上 一胖就像脚水桶 干什么 尽量吧 那可能你需要 你跟延安说 好了 穿上脚子 穿上脚子 我们下面演员 大家可以唱 金句演员 也不是多瘦 穿的 交叉一下 再递回给老师 对 棒 哦好开心啊 哦对 我们还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好像这边还可以来学 唱金句是吧 有一个金坤课堂 对 叫Follow Me 对 对 就是我们甚至对经历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来学 哎呦 好累啊 好劲啊 因为你一直在吸气 一吸气嘛 张老师可能觉得 可能觉得我腰 就往里走走 那就 但是如果不解释的话 有一些动作 会把裙子抬掉 对啊 对啊 其实 金句基本上是宽袍大秀的多 你像以前 比如说 男性 演女性角色 他就不可能说 个个都很瘦的 水秀 水秀不能参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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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秀可以抖上来 我们之前演过 我们学校大学 台话的时候 演过那个什么 对飞 对酒 嗯 那个叫 他要跳那种 工装和盲 各位那就是 然后我们当时 就是自己买了一个水秀 就是P间那种 然后我们一会儿可以看看 我有没有这个资质 然后我们去 对对 谢谢 谢谢 哎呦 我就老踩到这个裙子 哎 他给你弄短点 没事没事 还可以 还可以 洗一下 呀 好好 好紧张啊 然后 对 呀呀呀呀 这有镜子吗 没有镜子 那我们没事 我们 我们 我们可以那个 做两个动作 对 可以教我们 你们平时就是练唱吗 就是会 唱啊唱 不会就是喊嗓子 喊嗓子 怎么喊 什么吊嗓 就一般 一般就是 就小的时候吧 小的时候就在操场里面喊一啊 啊呀什么的 我记得就是上海西校 那个新搬到梁花路校区的时候 那块是有一个河 然后就是我们的操场 然后我们早晨大概五点钟的时候吧 大家就开始在那个操场上喊一啊 你是从小就开始 然后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好像对面的小区的那个都投诉我们说 哎呀怎么你们搬过来这么吵啊 就是因为小朋友们那时候嗓子特别 那个 然后所有的小朋友早晨都会去喊 对 那场面还挺壮观的 对对对 那刚才您说要做两个动作 可以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个 这个是狼花纸 这样 对对对对 对 狼花的纸头都 翘起来 对对对 对小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搬 就是这样 啊让它翘一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there 就是有κ 对对啊 ces 扬花纸 exclusion 小纸那边 对对对 然后呢就有什么《预前先后》 只先往后面 然后再往前纸 对对这边呢也是先往后面 然后再往前纸 天哪 我觉得我学不来老师的眼神 你知道吗 就是我动作� global 小纸也是跟着手走 我觉得就是老师跳起来就突然感觉特别甜 然后这样 这是我们就是比较基础的动作是吧 那脚上呢 脚就是走台步 台步呢就是要很小的 这样脚跟脚尖脚跟脚尖对着这样 然后呢还有一些舞弹的话 他们就会练半步的圆长就直走半步 然后那样但是上面是平的 就是要保持肩不动 然后腰什么的都不动 然后但是你看这样丝毫看不出来 对对 就是我下面在走 然后上面是很均匀的 好可爱 然后呢也有大步的圆长 就像我们的我的师傅宋长荣老师 然后他就是大步的圆长 但是虽然就是像流水一样 就是就很平 但是他的步子也很大 然后但是看不出来 就是他在懂 对对对 那这个水袖怎么甩是有讲究的吗 就这样抖下去 然后再翻上去 这样吗 对了对了对了 然后呢就这样找这个中线 中线 对 看老师一般都会叠出一个这个中线来 然后这个中线 这个吗 对 就抖下来的时候呢 这样一翻 手一动 然后呢就这个手 这边有个中线 对 然后就往上抖 就顺着中线往上抖 哎 对的 对的 你应该就是学过 对 练过一点 就不一样 对 大学的时候喜欢我 把这个 把这个 闪下去叫抖秀 这个字呢 可能还不知道 他们是一个 就是当部长的部 嗯 当部长部 左边 这边一个反文 哦 那个字叫抖 好让我们到后台编辑 编辑一下 那个字的意思就叫衣物展开 嗯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试在我们这最有才的 我们最有文化 文化人 对 这样 就这样翻 翻水秀 哎呀 这好难啊 翻水秀 那你今天这场戏 有没有什么比较 呃 亮眼的动作 标志性的动作 给我们展示一段 对 可能就是叫张生 叫张生 叫张生是红娘里面 一个派制人口的一段 好 你可以给我们来一段 好 哦 这边其实是拿了一个棋盘 棋盘 棋盘 他要跟这个小姐下棋 嗯 然后呢 那个张生呢 就想去见这个小姐 然后我呢 就想用这个棋盘挡着他 然后 哎 去 去让他会见这个小姐 嗯 然后就有一段 留 那个唱 小姐 叫张生 一堂一堆 千万一 小姐 我不不心爱 你不不怕 放他 单人气 脱身 就好 他 干脆 我小红 你就牵着他 我算得 是一段 风 你 好 那台上可能会再快一点 哦 那您 呃 现在 一会儿 一点五十就要进去排 对对对 等第一个戏排完了 好 好 那您刚才唱的 就是 是不是 京剧就是要捏着嗓子 唱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对对刚刚我小声的哼的 哦 那能不能教教我们平时怎么唱 你就喊一个一好吗 好 好好 二历一 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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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还想学一下 我现在算了 我好像就觉得我完全学不来 我不行 我不行 一 一 然后呢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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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呢是在花旦演员当中嗓子很好的一个演员 哦 所以她的唱功也很棒 对对 这种没有死角的演员就怎么办 哈哈 现在我们开始商业互吹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哦 其实看出了 这个蛋卓的小嗓 包括以前用男性 嗯 发明的这种 她为了以男性的躯体来刻画女性的这个角色 所以就一定要更夸张 所以她只振动声带的边缘部分 不是声带整体振动 所以就称其为假声 所以你们平时就是还要练声 然后还要练舞 嗯 所以京剧是一门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 对 就是说 你只是一个歌唱演员 比如你歌剧演员 练好唱 好了 舞蹈演员练好形体 杂技演员练好你自己的技巧 嗯 你别的 只有京剧是唱剑作打 手眼伸发布 每一样你都得好 好了还不一定能好 还有流派的区别 还有行当的区别 还有剧目的区别 就这些全做到了 差那么点灵气 也不行 就是这个意思 全有了 没有机遇 也不可以 就这个意思 京剧其实 你真要把戏唱好 成为一个大角 真的是一门极限运动 哦 是 那我就刚看 就一演起戏来 就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它特别像一个 沉浸在这个戏剧里面的小姑娘 然后你一直 对 您对这个戏剧的感情啊 可以跟我们聊聊 一直从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啊 你中药还是春光中药 系中药 是什么 什么 刚那个是什么 她老公叫春光 哦 已经结婚了 还有 孩子已经三岁了 啊 还四岁了 我感觉 因为我们 本期都是青年演员 我以为你们都是 我也会 孩子都三岁了 那您对这个 因为从小就是 因为喜欢进去 才会干这个的 就是才会从事专业的 是家里人有从事的吗 家里人也是喜欢 我爸 我妈也挺 就是喜欢京剧 然后小的时候嘛 就比方说会去上少年功啊 然后 开始好像也是练的舞蹈 后来就改到戏曲那边去了 然后就是小时候还挺用功的 然后老师说 哎呀 说你这个好像练的还挺好的啊 那有没有去那个戏校里面去找老师 也是业余的 然后就去找戏校的老师 就更专业一点 这种业余的学 然后呢 就会参加这个小学的什么比赛啊 什么的 然后还还总是得了很好的奖 所以就自己觉得特别 自己觉得特别特别特别好 特别好 对 所以呢 就自己还 其实比方说 好像我记得小的时候 唱《红灯记》 我家的表叔 然后呢 开始小时候没小嗓 就用大嗓 然后呢 得第一了 结果呢 有一个小朋友呢 他会一点小嗓 我就想 哎呦 我得努力 把小嗓得学出来 结果呢 哎 我又学了一个小嗓 哎呦 就得第一了 就是 后来呢 就是这个 这个业余了 我觉得好像还不太够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我一定要当那个专业的 然后呢 就 就正好 就走上 少不归路 那行 那现在时间差不多 你可能要去 海店 哦 可以去看一下 嗯好 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去到现场 我这个可不可以先 嗯 那让老师说 好 让老师给拖 嗯 好 我好怕把他弄脏 主要是 那你练着裙子吧 好 我刚刚忘了让主副老师来一嗓 对 他是旗派 就和我们不一样 对对对 让他来一嗓子 老师 旗派老师 来来来来来来 刚才忘了 刚刚这边一直在旁边 端着茶杯喝水 来 您来吼一胆子 喝这么多水 是吧 不能白喝是吧 对 不能白喝这水 唱什么呀 您选 要不就是 你们刚头开始 不是推了一出戏吗 那里面的怎么样 别了 那里面 你们买票上现场来看来吧 那您就 我随便唱一段吧 随便唱一段 两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尊一身国王兵棚 亲从头 亦不是想马 冰色口 而不是待人的八尘头 杨林与我来怎么都 因此山伐陪到登州 舍不得 太野林安庆后 舍不得 牙医们 终于半头 是男生 家里放司令 与我的好朋友 舍不得 老娘 不留头 娘生儿 恋心肉 而行天里 牡丹油 而向娘生 难口收 娘向儿来 雷霜流 眼间的红利 坠落在西山后 交易身杰 柴巴 点头 该刷游艇刷游艇啊 火箭什么礼物走一走 谢谢 那你们平时 KTV是不是唱的也很厉害 不唱 不唱 你们不唱流行歌曲 不唱戏 那你也不给我们来首流行歌曲吧 不会 不会 真的呀 鸳鸯爽起的双飞 满圆春色的人碎 悄悄闻声声 女儿美不美 我都旁边迷妹脸 还听说你有那个万千少女粉 是吧 我爱在找着万千少女粉在哪呢 差不多 我就是其中一个 是不是以后就万千的小姑娘 嗯 她说 诶 诶 诶 这门怎么关了 我可以进去 应该是可以的 我 我穿这个都不会走路 诶 老师 来给我脱一下吧 那我 好 是不是都会 我把这个画桶放开 还用这样子 我看为了有一会儿直播方便 那次还一直脱头 然后剪这个对吧 还有真的 还可以 或者这个我要剪头去剪 对 我觉得当演员真的好不容易啊 没关系 我来穿上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你的镜头是吧 杨阳在哪 杨阳在哪 照顾 我们的那个杨阳演员正在换衣服 然后我们 我们让那个鲁苏老师带我们看一下 快来 这个地毯是可以随便踩的是吧 我不太敢上来 带我们看看呗 你们的剧场 这是我们一团的排练厅 一团排练厅 然后一团的大的排练厅 刚才我们是在小排练厅 那边还有个二团的大排练厅 所以一会儿 这场就是排练 想排就是比较 对 这是我们乐队做的地方 然后二姐 来镜头 这每个人都在 二姐是我们的谭博乐 来来来 谭博乐的中场 中有底柱 来介绍一下 哈喽 哇你们这 我们这边全都是帅哥美女 对 我们 我们 我们京剧院的帅哥美女都在这边 看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这场戏的这个配乐是 我们 京剧文乐的最基本的配乐就是 一心湖二湖然后乐琴 三一 我是中阳大人 就是它是中低音的部分 就像西洋乐队的那个大批琴啊 贝斯啊 这种 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男女儿请 给我们听一下 什么呢 看清水吧 我没有谈那个 看清水吧 闭不住 啊 我没有谈�� 看清水吧 我们听一下 我没有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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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我们有什么道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那些都是我们排练用的一些道具 把子啊 有点破 这都是母系要用的 这场是不是不会用到 可能有一点点也是比比 就是比比画画的 比比画画 好 可以 旁边是有出母系的牌 是吧 这边他们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唱戏的 这音乐已经响起来了 来 前方高能预警 前方高能预警 听出去叫挑花车 是京剧和昆曲都有的剧目 啊 说的是那个南宋抗京名将岳飞 跟那个屋主开战的时候的故事 但主演不是岳飞 主演是高崇 它在那儿是要求你 进一步的 ans 太准了 那一步 也挺会讨论的 我本身就参考过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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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